4月10日是余燕齐的37岁生日 不过这个37岁的生日 想必她是再也没有什么好心情去庆祝了 自2019年10月 余燕齐带下二胎后近一周 她就被确诊 职场癌复发 且已经到了第四期 当时医生宣告她的生命 已经进入倒计时 只剩下不到三年的时间 这个消息对她来说 犹如晴天霹雳 难以接受 虽然难过 但是为了两个孩子 余燕齐这大半年来 一直在努力抗病 因为身体多处有肿瘤 需要一一切除 治疗只能一步一步来 急出疗效算不错 但是在早前 余燕齐又被发现体内 再长出新的肿瘤 其中还有一颗是恶性的 所以治疗计划又被打乱 4月10日她37岁生日当天 她忙活的不是庆祝 而是化疗 因为各项指标都不乐观 所以一家人也没有什么好心情 来为庆生计划 余燕齐这2019年10月 确认癌症复发后 她的情况一直让不少人挂心 她一直很积极的抗癌 哪怕知道自己的生命 已经进入倒计时 她的想法是能活一天是一天 也一天快乐是一天 最主要的是 还是舍不得两个孩子 余燕齐遇有两个孩子 女儿还不到两岁 儿子还不到一岁 都还不懂事 更不知道什么是生老病死 然而很有可能 在两个孩子身为懂事的时候 余燕齐就要离开他们 所以余燕齐如今能做的 就是努力延长自己的寿命 努力多陪陪孩子成长 余燕齐的人生路不平坦 找到今天的这个境地 其实也与她自己的疏忽有关 2014年 余燕齐就已经晃上了 时常癌 当时是第三期 奇迹般的是经过她的努力 在2015年她抗癌成功了 因为抗癌成功 余燕齐有了新的人生 希望与规划 很快她就完成了几件人生大事 包括结婚 生女 或许也是太沉寂在 家庭幸福之中 从而令她忽略了自己 曾经是患癌者 在病疫后的几处几年 她还很积极的去复查 只不过 这日怀上异胎后 她就放松了警惕 本来 以 余燕齐的体制 是不应该再怀孕的 何况 还是接连生两个 但是余燕齐太过坚持 太冒险 因为医生一度诊断 她是不孕体制 怀孕成功的几率很低 结果 却给她怀上了一胎 还怀上了二胎 这令她与丈夫欣喜不已 事实上余燕齐一胎与二胎 之间的健康基 很短 也就是说 女儿才出生不久 她就怀上了二胎 所以 女儿与儿子之间 仅仅差一岁多 这不是重点 重点是 自怀了女儿后 余燕齐 就再也没有进行癌症复查 这才是 知名的 哪怕 是在怀二胎期间 她已经出现了不良反应 她都坚持不复查 所以 儿子一出生后 她只是做了例行检查 就马上被查出 癌症复发 却已经错过了最佳 治疗期 直接被判了死刑 事到如今 也无法再去追究 到底是谁的错 尽管余燕齐 余燕齐的丈夫 乃至父母 都不断自责 不应该让她 冒险生下二胎 但 自责也无法让时光倒退 唯一能做到的 就是继续接受治疗 延长寿命 有个抗癌经历的余燕齐 很快就调整了心态 积极抗病 这大半年来 她先后经历了 十余次的化疗 接受了一次 肺部肿瘤的切除 起初的进展 都非常顺利 但 终究 余燕齐的癌症 已经是第四期了 切除的速度 甚至赶不上伸展的速度 在早前 余燕齐即将要做 肝部肿瘤 切除手术的时候 她身体又再度 伸展出好几个肿瘤 其中还有一颗是恶性的 于是 整个治疗计划 全盘被打乱 而经过了一个多月的治疗 情况一直都不是太乐观 4月10日 是余燕齐 37岁的生日 本来 病患者在这个时候 最需要的就是 亲友的鼓励 需要一些喜庆的氛围 来调节舒缓个人的情绪 只不过 在这一天 余燕齐一家人 都已经无心在考虑 怎么为她过生日了 因为 这一天余燕齐要再度进行化疗 全家人都显得游行冲冲的 尤其是余燕齐的母亲 李亚平 她不断叹气地表示 已经不记得 女儿是第几次化疗了 而因为 这两次化疗的进展并不好 癌细胞的指数一直很高 她只能干着急 只能不断鼓励女儿 为了两个孩子要坚强 力挺到底 勇敢撑下去 其实 余燕齐对自己的情况 比谁都清楚 面对 每况愈下的身体 已经难以治愈的病 她早就做好了准备 在2019年11月的时候 她就已经交代了后世 脱雇丈夫 就是害怕 什么都来不及交代 人突然就没了 余燕齐还是很坚强的 不是为了自己坚强 而是为了两个舍不得的孩子 也是为她感到难过 接下来 我们来说一说 高以翔出道前 经历了什么 大学同学爆料 揭开他生前数人时 这面目 时间过得很快 不知不觉中 高以翔离开我们 已经有近四个月的时间了 2019年11月27日这一天 对所有喜欢高以翔的人来说 都是心中永远的痛 当天凌晨 高以翔在录制 浙江卫视综艺节目 《追我吧》时 晕倒猝死不幸离世 年仅35岁 对此外界痛惜不已 也一句话说 失去了才懂得珍惜 一失了才知道美好 高以翔离世后 通过早年的资料 粉丝的回忆 有人的赔营价等等 很多人才了解到 他生前是多么优秀 多么完美的一位艺人 于是这样 大家越觉得可惜 如果时间可以倒流 如果一切可以重来 那该多好 近日 网上的问答平台上 还出现了一个热帖 引发网友们的围观 该打主是以高以翔 在加拿大读大学时期的同学 他的爆料揭开了 高以翔生前素人时期的真面目 据了解 高以翔出生于台湾 从小在加拿大温哥华长大 大学就读于温哥华 卡普兰诺大学 平时十分喜爱打篮球 大学毕业后 高以翔回到台湾 本打算去当一名职业篮球运动员 没想到机缘巧合下 成了一名平面模特 并由此开启了自己的演艺之路 而大学同学的这段爆料 提及的就是高以翔 深前读大学时候的经历 那时候 他还没有成名 处在素人时期 这位大学同学表示 当年和高以翔 还有他的哥哥一起上过课 高以翔和哥哥身高都在185以上 而且长得都十分帅气 很快就吸引了班上女同学的目光 很多女同学都会主动向他们示好 高以翔的哥哥比较容易接触 高以翔自己则显得十分内向害羞 平时不会说几句话 只会和打人球的几个朋友一起玩耍 甚至和自己哥哥都不会说几句话 以至于班上很多同学都不知道他们是亲兄弟 直到有一次 高以翔的哥哥先到教室 给迟到的高以翔替来的个早餐 同学们这才知道原来他们两人是亲兄弟 当时上课的教授看后还大战两人的兄弟情 惹得高以翔非常害羞 脸是渐红了 虽然高以翔和哥哥平时没说几句话 但在班上多多少少还是有互动的 比如问问题的时候 互相等候没笔的时候互相借 该大学同学还爆料称高以翔去上课的时候 总戴着帽子 他和哥哥两个人都经常忘记戴笔 他的哥哥会向周围的同学借非常客气 一直道谢 但是高以翔不会向人借 可能是太害羞了 只要教授没发现 他干脆连笔记都不记了 大学时候的高以翔不是特别热爱学习 踩着点来上课 每次快要下课的时候他就已经摆好要走的姿势了 而且每次和教授说话都特别害羞 会有拿头脸红的小动作 可能是太害羞的缘故 他和周围的同学几乎没说过两句话 好来高以翔就出道了 成为康熙来了等节目的常客 被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和喜欢 但是从他的节目片段以及大大小小的采访来看 他容易脸红害羞以及不爱讲话的特质 几乎是没有变的 从大学素人时期一直延续下来 这位大学同学还表示 自己当时听闻高以翔出事后非常震惊 根本想不到他这么年轻就走了 令人遗憾和感慨 很多网友看了这段爆料后纷纷表示太真实了 仿佛大学时期的高以翔就生活在我们身边 特别是脸红的细节真的好可爱 素人时期的高以翔害羞 绅士可爱帅气善良 和出道后的他给所有人的美好印象一样 遗憾的是高以翔永远离开了我们 正如一位网友所说他也曾年少过 也曾有过一段温柔的岁月 可惜如今都随风而逝了 好了以上是本期的内容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订阅点赞转发 感谢大家的支持 您也请到这里 欢迎订阅点赞转发